Hello 我是C-Chin 今天又是拍實測影片的時候 然後實測的主角就是NARS新出的水光元力Cushion 它還沒出 我已經收到你們很多訊息 我自己也發了一個故事去預告 因為我看到日本雜誌分享了 我自己是挺期待的 我也試了一段時間 而今天就選了跟大家實測8個小時 因為你們真的特別喜歡看實測的影片 這個Cushion的包裝 跟我之前很喜歡的小方盒是不一樣的 小方盒是方形 這個圓形 還有它是春夏覺得特別吸引的beige color 自己很喜歡 還有它是磨砂面的 很多女生不以為這個Cushion 其實是soft matte的Cushion版 你就錯了 千萬不要這麼想 因為它們不是同一個家族的 其實它是Tinting Moss Triser的Cushion版 這一款 我想大概我在10年前 我大加姐很喜歡用 那期爆紅的 它是打造那種你皮膚狀態很好 很透 很薄 但是有沒有睡得那麼厚的Tinting Moss Triser 都紅了很多年 所以它出這一款的Cushion 我自己挺期待 因為我一向都很喜歡很透薄的底妝 而它就是打造那種你臉爆水力滿 擠得出水的那種光澤效果 我自己試了一段時間也挺喜歡 那我們事不宜遲 馬上開始 首先一如二和 我都會用它們同品牌的Primer打底 這一支是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它粉紅色的那支Primer 它是比較提亮 而且有一點光澤效果的Primer 不過這一款主打也是保濕為主 如果你想紅油力強一點 就可能選它白色Packing那支 你塗了上面會立即提亮亮白一點 亮窄一點 你看我的臉 即時會沒有那麼暗沉 那第一部Primer就完成了 你塗完即時就會水潤一點 摸上面也會覺得軟真一點 而且有一個很漂亮的光澤效果 接著就到主角出場了 這次這個Cushion 它是打造這個抗污染抗藍光 不過我覺得近期很多化妝護膚品都有追求這件產品加在產品上 另外就是它的包裝是圓形 打開裡面的粉泡 你看到嗎? 是零形的 我自己很喜歡它這個粉泡 真的上得是零死角 變了上一些鼻翼位置都可以上得很細緻 然後你打開其實也是平日的Cushion心 那我就先上半邊面給大家看看左邊和右邊面的分別 你一按下去 它拿的份量是不會太多也不會太少 我覺得剛剛好 那我就先上半邊面給大家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上妝的過程其實十分之快速 而且我很喜歡它這個尖角的位置 上這些嘴角位置上得很貼 有時候你拍你用中間位置 你會拍得太多在嘴唇位置 而且這個鼻翼位置也上得很貼服 眼底也是遮得剛剛好 連這個眼角位也照顧得到 上臉的時候你已經感覺到其實它很薄很水 不會覺得很厚重 但是它的遮瑕度又很高 你看我上了半邊面的妝效 基本上黑眼圈都遮了九成 如果跟我一樣是色素黑眼圈的話 應該這個遮瑕效果 不用上遮瑕膏也很足夠 而且你上了大概 讓它結束三十至一分鐘左右 它已經變得爽身了 你看看左邊面和右邊面的分別 是不是很誇張 而且它有一個自然透薄的光澤效果 是那種裸機感比較重 相比之下我覺得這兩款的遮瑕度都差不多 但是這個明顯透薄很多 是不會覺得厚重和粒身 基本上輕輕上一層碎粉就可以了 那我就上了這半邊面 還有你看到我上的時候 是完全不會一塊塊的情況 基本上輕輕拍幾下 它就已經可以很光雲的遮瑕全面 我覺得過鏡的效果其實真的更加明顯 它的妝效很漂亮 還有一樣很重要的就是 它的遮瑕度是可以增加的遮瑕 所以如果你想單用它 就可能上多一層 輕輕的黑眼圈其實基本上都遮瑕了九成 如果你去年很喜歡小方盒的話 我覺得你今年一定要入手這個 我覺得它比小方盒真的薄身很多 而且我試了一段時間 我覺得它不會飆油很嚴重 微微泛油 大家大概待會實測的過程就會看到 大家可以看一下妝效 我覺得它是出到那種自然健康的光澤感 是像你的皮膚透出來 最重要是它上了面真的 一點粉底液的感覺都沒有 很輕盈很透氣的感覺 這次這個cushion分了六個顏色 我也試了顏色給大家看 最好就去專櫃試一試 基本上最淺膚色就是頭兩個顏色 然後我自己就用到fina或者fiana的 這兩個都是中間自然色 然後最後那兩個就給健康膚色 特別想說阿拉斯卡 其實很適合給一些女生皮膚 比較多微絲血管 退紅或者退暗瘡抖印都很好 那我on top再加creamy concealer 去遮少少個女生的位置 基本上這樣點兩點 近期很多歐美妝都很喜歡這一種遮瑕的方式 這個遮瑕膏我喜歡了很多年 如果大家想找一些cream狀的質地遮瑕度高 但是又不黏不會生油脂粒 而持久度不錯 這一款是我長年最愛的 最後一個step就是上碎粉 基本上整個底妝就完成了 大家夏天一定要 不論你是擦粉底也好 cushion也好 你也一定要上碎粉 給大家看一下上了半邊面碎粉的效果 對了 一樣都是水潤自然的質感 不會全膜 即使你上了碎粉也不會遮瑕 它本身已經帶出來的光澤效果 其實我很喜歡NARS的產品 主要是因為它們真的好用 但是又不會價格太高 相對之下我們都可以 整天入手到它的產品 好了 跟大家布置 現在就是下午的1點48分 剛好可以6點左右的時候 跟大家補妝一次 跟大家補妝一次 自己補妝一次 因為很多時候你們下班的時間 就會補妝 大家就可以參考一下 到時補妝半邊面 和左右邊面的分別 然後到晚上10點的時候 再跟大家更新 17-18個小時的效果 一會見 哈囉 我剛剛和Foxy去完街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口罩 就是帶了藥膜在1小時左右的情況 這裡是上面 大約都是鼻翼的位置 這些位置 是有一點點脫掉粉底的 對了 所以我就說這一款Cushion 它未至於不脫掉粉底 但是它的保濕度很好 它的保濕度可以維持到8小時以上 讓大家看看你會不會很關心這件事 始終你要完全不脫掉粉底 去口罩那裡 就要選擇那些很持久 很持久 防水防汗的粉底 但是日常用這一類型的粉底 你很容易皮膚會濕毛孔 爆瘡 我自己不建議 所以如果日常我覺得 一點點輕微脫掉 我可以接受到 我覺得OK 那跟大家補一補時 現在是5點半 那基本上我上了妝 就是約磨4個小時 未夠4個小時 因為太陽就是下山了 那想趁它走之前 跟大家補一次妝 那我覺得整體主要 我剛才有點出汗的 是戴口罩的這個位置 但是也沒有暗沉了 我覺得 還有這一邊 對啦 黑暗圈的位置遮瑕度 沒有剛才那麼完美 又淡了一點點 那我現在就補一部邊面 那我就補這半邊面 我剛才就是很喜歡 它這個角形的位置 你補妝的時候 你重點要補一些 你想增加遮瑕度的地方 例如這個 眼底位置 因為有時候圓形那些 你會遮得沒有那麼精準和貼服 還有鼻液位 再加一點下巴 這些也不知道 這邊就是我剛剛補好了的效果 那一定會比你本身那邊 但是其實它沒有氧化變色 或者變灰變暗 你看到這邊 對啦 立刻就會完整一點 漂亮一點 但是分別不大 你可以看到 4個小時 哈囉 我是ChiChi 我好硬睡 因為平時這個小時 我已經是要洗完澡要睡覺 那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時間是晚上10點04分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整體整個粉底的顏色 是沒有變過 沒有氧化變色 不過呢 明顯我額頭和鼻位的位置 是有亮了 然後我覺得鼻液的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彎位 是有一點點凸粉 但是整體的持妝效果 對我來說都不錯 而且它沒有令我生任何的 粒粒 粉刺 又或者是焗粟 因為有時候 我戴口罩出去 基本上化妝 4-5個小時左右 我這些位置 就會飆暗瘡仔 或者油脂 但是這個是沒有這個情況出現 另外就是 臉還是很清爽的 只是T字位好像靈身了一點 我拿紙巾印一印 這個紙巾印的時候 有一點點的粉 脫了上去 始終這款Cushion 它不是標榜一些超持久 超控油 它是打造自然光澤 保濕度比較高的一款Cushion 如果大家想要真的持久到厲害一點 控油力高一點 就選擇它方形的盒 就是上年我介紹的那個 但是新出這一款 你看到我印走了一點點亮 之後又好像沒有東西 跟剛才上妝的差別有不大 我自己覺得這一款 都適合偏乾肌去用的 如果你皮膚偏油 建議都是用它們的粉底液會好一點 它們Soft Matte那款的粉底液 都很適合偏油皮 好了 今次的實測完成 好了 讓大家總結 其實你看到整體的實測過程 它沒有讓化變色 持久度也保持得很好 妝感也很完整 微微的泛油不會是很嚴重 或者脫妝一塊塊都沒有這些情況出現 而且就算是新手還是老手 它都是 基本上你拍幾下 整個妝容已經很完整很漂亮 你又不用特意加粉撲 塞粉掃 那麼多東西 基本上一個Cushion 就可以搞定一個很漂亮的底妝 另外就是它的遮瑕度可以疊加的關係 如果你手袋沒有位 現在大家都用小袋 你戴上班 想補妝化妝 你只放一個Cushion 已經可以做到遮瑕粉底的效果 因為可以增加遮瑕度 你看到我整個妝容的貼幅度 都很漂亮 還有它這個鑽石型粉撲 我自己覺得很加分的是 你佈妝的時候 你可以只在這個尺尺位 拿少許粉 你要遮黑眼圈 就只補黑眼圈位 或者鼻液脫 就只補鼻液出油的位置 可以 我自己很喜歡 而且它兩邊都是尺尺位 就變得更好 我自己覺得 所以這次實差很成功 也對這個Cushion 十分滿意 如果大家也想試 我覺得可以試一下 因為真心是比這一款更透薄的 最後 這次也有給大家 還有優惠 記得看下面的資訊欄 還有有什麼問題 在下面留言問我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記得Like這個影片 拜拜